中国的军事力量的高速崛起 但第二的位置发生了改变,我国成功机身第二,超越了俄罗斯,而俄罗斯排阶了第三名,其实对于这份网单的排名,也在意料之中,因为俄罗斯这些年在美国的经济制裁下,发展缓慢,甚至连一艘像样的大型军舰都没有。 如今服役的唯一一艘航母,只要出海一次,回厂就要大修好几个月,反观中国,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,不仅有了辽宁舰,还打造出了国产航母,就这一点就已经把俄罗斯甩在了身后,其空军更不用。 硬是在美国的步步景低下,发展出了五代隐身战机间二十,是世界上第二个进入五代战机俱乐部的国家。 不过话又说回来,中国变得越来越强大,就越来越不着西方待见。 过去的一个月时间了,美国等国家频繁发出挑衅,甚至连小日本都敢对我国杂交,当然了日本之所以胆敢对我国杂交,无非就是靠着美国撑腰。 就在最近,我国海警出动了2308、2501、2166和3154艘船,组成了编队冲向钓鱼岛。 在我国领海巡航,期间更是有200艘渔船紧跟齐后,场面甚是壮观,对此日本表示强烈的抗议,与此同时还展开了实际行动,试图组织中国海警在钓鱼到附近海域活动。 据报道,日本从美国构建两套陆基宙斯顿系统,分别部署在东北和西南。 此外,日本还在东海的岛礁上,部署了反舰导弹、预警雷达等等。 全天后监视近海的一举一动,美国称,日本希望通过他们的威慑力封锁海域,对付中国强大的海上舰队。 近日更是爆出中国的开探4号开采,船在东海遭到日本的强烈反对。 据悉,日本在东海附近部署了300枚左右的导弹,可覆盖千平方英里海域,也新蓬勃的日本近几年军事力量不断向外释放。 对此,我们应该保持高度警惕。 读者们,你们觉得呢? ,我们观看。 ,, , 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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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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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茜茜